在全球車壇吹起一股SUV风潮的同时 我们发现了 其实在这当中速度成长最快的 就是SUV这个急剧了 而当然在这个SUV这个局域来说 对于年轻的朋友 还有追求时尚的朋友来说 SUV不仅是价格上面更加的亲民 同时在车型的设定上面也更加的友善 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 豪华品牌的SUV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可以让消费者还有很多的专家都这么的喜爱 当然今天加入我们讨论行列的 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达人朋友之外 还有一位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那就是我们的美女主播蔡上华 欢迎上华 嗨 欢迎你好 大家好 今天第一次跟你见面我就生病这么严重 还是很美 而且声音还是很好听 谢谢 真是人会说话 那我要问一下上华 就是你平常自己本身有在开车吗 其实因为我之前公司离家里很近 虽然台北的时候没有开车 但是回台中的时候都会开爸爸妈妈的车 大概开了两三年的时间了 所以你反而是长途的时候比较会开车 那在就是在都市里面 在市区比较不敢开 对 那你自己本身有考虑要买车吗 最近刚买房所以真的有在看车 打算要买车了 先有房再有车 那你在买车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考量 其实女生就是会很在乎这个车的外形 非常漂亮 所以会很在乎它的设计感 然后看起来亮不亮 那其实我自己是蛮重视 就是希望可以低省油啊 就是比较省油一点 那也希望安全配备能够齐全一些 那最主要就是 因为我还是会希望它的车子的外形不要太大 方便在都会里面穿梭 但是同时因为平常很常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 所以还是希望内部的空间要大一点 可以放很多女生里里里里里里里的东西啊 然后朋友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空间还是要能够坐得下 哇 所以以上华它的要求来说 基本上又要空间大一点 可是呢在都会又要好 很好的穿梭 能够灵活性要够好 同时又可以载很多的朋友 并且呢还要很省油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车 当然有 我们现场也为你准备了一台 我觉得还蛮适合你的 而且以这种非常时尚的外形来说 我们也请爱达一起带着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呢最近刚上市的 而且呢是我们之前有在棚内 也为大家介绍过了UX200 最近呢也推出了UX250 Hybrid的车型耶 上豪我们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这一部呢是最新的UX250H的一个车型 那有一个H呢就表示 它是Hybrid的一个动力系统 我相信呢刚刚您提的外形啦 这个还有灵活啦 然后呢要有还有不错的空间啦 还要省油 这部车基本上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而且我觉得现在因为 你如果开的是Hybrid的车型 第一个它节能 第二个它的这个污染排放 也非常的低 所以我们可以为了下一代 更尽一份这个心力 那当然可以看到这个外形的部分 很漂亮 我觉得颜色好亮喔 所以你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呢 我觉得它颜色很bling bling 很闪亮 感觉开出去就是全场焦点 而且感觉就不会撞色 其实这个是一个 UX250H的一个特殊色 它叫做星空蓝 那如果一般 一般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蓝色 大概都是属于速射漆的做法 那当然现在新世代的这个车辆烤漆 都采用水性漆的一个这个设计 同时它这个蓝色里面呢 有加入了这个珍珠 所以你会看到它不同的折射面 对 都会有看到不同的一个 这个光线的折射 让这个蓝色其实非常的这个 跳脱出它这个闪耀的一个光芒 所以在不同的光线底下 你现在在棚内看到是这个颜色喔 你开出去之后 在阳光下又是另外一个蓝 所以它会变换颜色 是 没错 那当然你可以从车头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Alessus这一个家族与会 仿锤型的一个这个水箱护照 其实相当的霸气 而且它在水箱护照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进气孔的这个部位呢 做了非常多的一个特殊的设计 所以看起来很立体 而且突出的一个这个感觉 那当然箭矢型的一个这个日行灯啊 其实 它的灯很美 对 炯炯有神 那当然它除了箭矢型的日行灯 让你觉得这个很精神锐利之外 其实它的这个头灯的远近灯的光源 都是采用LED的设计 而且同时具有这个 自动切换的一个这个功能啦 刚才啊 其实上华他在进棚的时候 他就说 这个头灯好美喔 好像美人卷珠莲一样 就是女生的那个睫毛非常漂亮 那其实它在两侧的这个下方的雾灯呢 也用的是LED的光源 那其实我们再往这个车侧这边来看一下 那所以车侧的线条 上华你觉得是不是你的菜呢 其实我觉得是 因为我很怕那种车子 有时候看起来太有棱有角 就会觉得比较刚硬一点 但是我觉得它看起来挺圆润的 很符合女生的那种感觉 是比较流线型的感觉 是 它除了车身造型 非常的流线之外 那其实我觉得 它车侧还是带有非常 怎么说 还是有一种运动气息的一个肌肉感 但是它又不会觉得那么的肌肉 还是符合女性的一个这个 希望它能够比较温柔一点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从前面的叶子板延伸出来的线条 一直到前门 那前门的延伸线条又到后门 到了这个后叶子板 从后门开始又另外一个线条 车身的折线 一直延伸到后叶子板 以及后保杆的部分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稍作停顿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它采用的是 17吋的一个这个铝圈的设计 同时它搭配的是 215 60 17的一个这个轮胎 我想在操控性上面不会有问题 而且相对来说是安全 然后你看到它这个后照镜 你有没有发觉 它是一个堆叠式三层的设计 上半部是黑色的一个涂装 中间是Chrome 也就是这个镀铬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装饰 那下半截采用的是 跟车身同色的一个这个设计 所以很有层次感 还有巧思 是啊 没错 那其实你也可以从车侧的部分 一路看到它全车都包覆了一个这种 防刮的一个这个饰片 那这个防刮的饰板呢 其实就是方便我们在都会区穿梭 如果穿梭这个小巷弄啊 跟这些摩托车 不小心刮到人家一下的时候 你不会伤到你车身的烤漆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个行驶起来会相对的安心 对我们这种比较算新手一点的架势 来说这点很重要 而且你看它的车身的线条 是往上扬的 感觉就有点像是跑车的那种感觉 对 没错 没错 那我们绕到后面来看一下 除了它车头呢 已经车侧呢 还有车尾的部分Logo 都有所谓的Hybrid的一个这个Logo 来去做 你没有看到 这个尾灯很特别对不对 它的床头到尾都很美耶 那个尾灯 是啊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车身的 这个车侧的线条 一延伸到这个地方来 你看它的尾灯是一个立体的一个 这个造型设计 其实它是经过了 有空气力学的一个设计 所以不只是好看而已 同时具备有这个空气力学的 一个效能 那到这个地方你就会发觉 它的尾灯是一个贯穿式的LED 从左连接到右 都是一个连接的 整体连接是一体式的一个这个 灯光源的一个这个设计造型 那刚刚讲到了 车内的空间我想这个 实际做一下你可不可以很清楚 那出游的时候毕竟要带一些 后行李箱的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它后行李箱的 一个这个空间 那当然电动尾门呢 是一个标准的配备 一定要的 所以你就会放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很方便的 轻松的开这个尾门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行李箱的这块底板 高度相当的符合人体工学 如果你要放东西 刚好是女生的这个手的高度 而且空间好大 对 如果你要放东西的话 其实很好放 如果你要拿东西也不需要 刻意的弯腰 有的时候弯腰 穿裙子太短就不方便 没错 那这块呢是行李箱的试板 它在你放一些 私密的物品的时候呢 其实它会把你的这个 行李箱的这个东西给盖住 让人家看不到你放了什么东西 可是如果 你要放一些比较高的东西 这块试板也可以拆下来 这块隔板呢 其实也是非常轻易的拆取 它采用四个小勾勾 勾住这块隔板 你把这个隔板拆下来 你的行李箱空间 就会变得更大 可以灵活运用 对 你会放比较高的东西 同时这个后座椅背也可以倾倒 那可以放比较长的东西 那这要怎么收啊 其实还蛮大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问我这个问题 对 放在后面怪怪的 对 这个要收非常的容易 你看 哦 你是魔术师吗 这个时候 女性设计师的巧思就在这里 这是一个爱心 对 很可爱吧 都是爱你的形状 对 所以我相信这台车呢 是非常适合这个 都会女性来去做使用 那像上华你 刚刚想要开始买车的 我觉得这个车其实蛮适的 第一个 它操控不错啦 第二个它安全性也够 还有车身尺码 节能又有减碳 车身尺码呢 相对来说 让你很轻松的穿梭在这个都会区 车内的空间也够 姐妹们一同出游去玩 重点是很漂亮 对 重点是很漂亮 当然除了外观造型 非常符合上华的菜之外呢 其实在内装 还有在乘坐的空间上面的运用 到底是怎么样 是不是符合上华的需求呢 我们请赵伟哥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看咯 赵伟哥我们之前啊 在日本Autopolis 为大家介绍过UX200嘛 所以这一次呢 他们推出了UX250H Hybrid的版本 那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大概就价钱嘛 嗯 Hybrid一定会比较贵一点 对 可是现在开出一个 园长开出一个很杀价 多少钱 好可怕 149万 对 你149万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应该这样讲 等于是多10万 对 你买油电多10万 可是多了三个东西 嗯 哪三个 一个电动尾门 然后一个Keyless 然后一个是雨滴感应式的雨刷 对 这三个在入门版是没有的 10万 好 这三个加起来多少钱 10万 对 对 那等于是你买这台车 Hybrid系统等于是免费的 对啊 对对对对 它和一般的200的版本比起来的话 那你从内装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LASER是很明显的操作就是 嗯 它不能把 譬如说假设很多人说 啊这个前面这个数位荧幕什么 对 荧幕好小 或者是说可能他会觉得说没有天窗 没有抬头显示器 所以你这样看这些东西如果堆叠上去的话 它可能会打到它的哥哥 NX吗 对 所以它一定要把配备缩减 价钱降低 让大家用比较入门的价钱 亲民的价钱 就可以买到LASER 而且是全新世代的车款 然后加上这台车因为它是第一台搭载2.0的油店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会很期待 哦 是一台油店 那关于来先启动引擎 好 那关于你看整个仪表板 包含了方向盘 一样有你很爱的右边这个 这叫什么 就是LSS Plus第二代 第二代 所有的安全配备都有 ACC啊 车道便宜车道维持啊 这些都有 不过很可惜一个就是这个没有 盲点真正没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日本问了原厂 台湾我又问了好几次 为什么盲点真正 他们就说没有配备 对 为什么不顺便上去 他们说就是现在都没有 嗯嗯嗯 那包含了有些人少部分人很爱的天窗也没有 可是它是黑色的彻底棚 然后再来就是 气囊素几颗 有有8具SIS 8个气囊 所以循迹系统 8个气囊 加上高阶的主动安全 LSS Plus 2 这些东西都是标配 而且全这些都一样 还有我最爱的加热鱼 今天很好用 今天就很好用 好的关于还是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它整个内装的布局 嗯 首先上方这两个耳朵 这个从LC开始就有了 是的 只是它的功能没有LC那么多 有循迹防滑的 循迹防伤 哦循迹防伤 右边的话还有三个模式 是的 有Spoor Normal 跟Eco Eco模式 对 那这三个模式它大概会控制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引擎出力 对 第二个变速箱换挡的时机 再来一个就是你现在双手握的这个方向盘 它没有电子避震器 好那仪表板还是单元式的 嗯 很多人说为什么不是那种会变来变去的 那是F Sport才有吧 不是那个基本上啊 这个都是成本 好那方向盘一样真皮的 然后上面按键 其实该有的都有 只差一个没有什么 就是 后面这个 后面的换挡拨片 换挡拨片 可是在F Sport其实是有的 但因为Hybrid本来它就是以节能为主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两张座的座椅 我觉得UX这次最成功的地方哦 它虽然是比较入门的 Lessus 可是它整个座椅的设定 我们讲电动的调整也好 或者是你乘坐起来的感觉 它的包覆 对包含了支撑性 还有腰部 舒适程度 所以你看到 UX它的整个座椅的乘坐品质是很好的 对 而且你看它非常耐用 它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设计 在我们的座椅的这个椅面上面 对 甚至于在椅背上面都有 对 然后再来就是排挡机坐附近 后面当然还是有些手鞋板 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这个地方 像滑手一样的 对 对这是第一次用在Lessus上面的 它变成以前那个直觉操作系统取消了 有一个轨机球取消了 改为按键是更好去做操作的 你看看它 我们检视它的内装配备 安全 该有的配备 双虚红空调 真皮的内装 真皮方向盘 加上Otohol 以及一些基本的影音需求 对 大概就差在什么 我们期待未来 不管是Lessus或Toyota 会不较败 听说2019年 现在2019了 很期待啊 很多人都会考量说 UX 既然它是一台休旅车的话 如果要全家人来使用 那后座的空间 甚至在后心里下的空间表现怎么样呢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好我们接下来两座椅的空间 我先调好 我先调好 焦伟哥你真的有这么 不是我要调到 你开车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吗 没有我还没调好 我调好之后你看 手动调整的防向盘 盘电动椅 好我现在是这样 你现在多少 那我现在这边 算一个拳头 三个指头 啊头部呢 头部的话 头部的空间 头部的空间还不错耶 有超过一个拳头以上耶 还不错 车窗的压迫感会不能走 其实车窗的话 它的 你会发现那个车窗的名积 稍微有点小一点点 可是其实在视野上面 我觉得还蛮OK的啦 然后包括了后座椅的部分啊 它的质感一样跟前座椅一样 还有两个冷气的出风口 甚至于还有两个 可以充电的充电源 我觉得还蛮好的 它有ISOFIX ISOFIX有两组的 儿童安全主义的ISOFIX 所以基本上坐在后座的 也没有想象中大家说 好像后座非常拥挤 而且教委哥他坐在前面 如果是坐前面 你特别强调坐在前面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坐前面后面的后面 你就直接讲有一个胖子坐在前面 好 当然买这一类车型最在意就行李箱空间 冠宜今天很贴心的准备了三个行李箱 我不知道能不能塞得进去 不过我们要开之前 因为它有小踢感应尾门 对 关于来试一下 钥匙记得要带到身上 是的 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和关闭都可以用 也可以用遥控器 也可以用上面这个按钮 这个非常方便 好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它的行李箱空间 行李箱空间容积多少 这个是325公升 为什么它比较小 因为它下面其实有备胎 但如果是F-Sport的话 372 所以会比较大一点点 可是 如果说大家比较大一点的空间的话 其实可以把后面的椅背 把它往前清 然后可以到1000公升 对 你看我现在拿上去 有几个关键 第一个 它的开口比较高 对 如果今天你是出国回来 满载的情况下 你要拿上去 就会比较费力一点 是 好 那拿上去之后 你会看到就是 整个行李箱的空间 它的高度不够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下面 对 有换胎工具嘛 加上备胎嘛 对 还有备胎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空间呢 高度是不够的 嗯 所以会造成就是 你没有办法堆叠两个 大的 可以拖运的箱子 因为你这个如果放上去的话 如果放上去 可能门的地方 没有办法盖 对啊 可是因为我觉得它是碍于造型 你要很流线 然后行李箱要很大 这一定不行 好 可是可以放一大一小 可是下面这个地方 可以放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说最大的行李箱 是可以放得下的 对 然后再放一个登机箱 其实是可的 平整性表现是很好啦 加上你以备倒瓶之后是OK 然后加上旁边还有很贴心的 挂钩以及电源供运都有 嗯 只差在就是它的高度 嗯 这个高度 如果说你很在意这个高度的话 可能就要买F Sport 但如果是妈妈拿那个奶瓶啊 或什么东西的时候 它直接就这样放 对 如果矮一点的话 还必须要再弯一下 嗯 这样也是有道理 好 过来 过来来试一次 好 关起来 再试一次 很听话 好 没有技术的 相信呢 坐进UX的内装 大家真的会觉得说 它在质感上面 虽然是 在Lexus的入门车款 可是一点也不含糊 不过在这个机遇当中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 那就是XC40 其实XC40 也是非常受到女性消费者的喜爱 对不对 大伟哥 我讲到Vovo XC40 它可是进来 这个Vovo 它这个全新 SV家族的一个大热门 光是它在去年一推出的时候 它全球接单就接了8万张 然后国内也同样是高度受到一个瞩目 在去年出的台北车展 只是一个亮相而已 订单就有雪片般用来 150台卖光光 对 卖光光 而且到去年为止 它虽然是8月2号才正式在国内发表 但它去到去年年底结算 它已经交出一千零一张的这个交车 你就可以看出来 XC40真的是卖得相当好 XC40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 首先它的外型就比它 它上面几个老大哥 XC60或XC90 来得更年轻更活泼 非常明显 尤其是它还有个R-Design车型 R-Design也是它车厂主打的 哇 黑顶白色车身 一开出来大家就知道 哦 这是Volvo 一个全新的一个车型 然后另外坐进去 你也会觉得 哇 这个XC40 跟过往的XC60 90家族不一样的 就它的内装非常的活泼 甚至原厂还提供你那种橘色 大橘色的内装给你来选 当然它有它这个Volvo 它新世代家族一贯的那种 中控台9寸的Sensus那种萤幕 就像个那种很精致的平板 然后操作也是非常这个便利 因为在XC60 XC90都已经获得印证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另外在它的空间运用上 因为XC40 它在这个同级的这个CV来讲 它是属于一个 比较偏高的一个设定 所以在它的空间的表现上面 它是很多的置物空间 后面行李箱也比较大 另外它在它的动力上面 虽然是有T4跟T5两种动力设定 但是它光是T5这款动力就有252匹 即便是入门的T4 也有190几匹的马力 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呈现 当然在同级车里面 就看起来相当抢眼 另外当然更不要说是它的主动安全 它的Pilot Assist这套第二代系统 几乎已经把现有的所有的主动安全 都含瓜在内 已经有一个类似半自动驾驶一个概念在里面 所以这款车型在国内推出以来 或者是在国外都受到了高度的这个肯定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急剧当中 真的每一款的产品都相当的具有竞争力 而且是属于新世代设计的与会 包括了像GLA 虽然它已经到了产品的摸袋 但是它每个月都还有稳定的成长的销售 那我们要问一下罗哥 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GLA目前状况呢 我们现场也有一台 这个是2017年的时候 做一些Facelift 就是外观的小改款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水箱罩 本来是两条没有错 不过它在上面各砖的 左右各砖的三个方形的孔 然后你这样子看一下 看起来你就会很有那个 二四大战的时候 那个双翼战斗技 中间一个螺旋桨 这是为了要跟A-Class 做明显的区隔 因为在改款之前 你可能从正面一看 你会觉得这到底是A还是GLA 还容易傻傻分不清楚 那它的整个底下的气霸 也做了雾银的示板 所以在外形上面确实 把它的这个Crossover的 这种感觉是有明显的 跳脱出来 虽然你看它2017年改款 所以至少还可以再撑个两三年 它才会大改款 也就是说你看A-Class出来了到了GLA 事实上还是有两三年的 这个而且现在的这个 到产品到末期是越来越成熟 特别是它的车内的娱乐系统 在去年啊今年 它每一年都会稍微 它的NTG的版本都会稍微做一些upgrade 所以很渴望你再稍微修正一下 就可以接上Apple CarPlay 像我们的那时候都还不行 那在内装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知道新的A-Class 前面会有两个平面的平板的荧幕 但是它的尺寸是比较小的 从小的7寸 7寸配或者是10.25寸 10.25寸配 可是它毕竟都是平板 所以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有的比较两极化 但是在GLA目前现行款的 这个它就是双个 双筒式的圆形的仪表 跟中间的显示幕这样子 所以它整个在设计造型上面 其实现在看起来 仍然是蛮亮的还不错 它的出风口也是这种十字型 光芒芯芯芒芯的这样子的设计 所以在造型上也还不会退流行 所以目前现行的GLA 所以还是一定程度的受到欢迎 而且GLA这个车系 它的动力的变化幅度相当的大 譬如说它有GLA 180 200 甚至也有柴油的200D 然后你要再上去 要4MATIC四轮驱动 有 GLA 45 选择性很多 保证让你开起来是热血 沸腾 所以在整个车系上面 GLA是 已经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 而且它车型非常的丰富 大部分的是前轮驱动 当然你如果需要的话 你也是可以选4MATIC 不过在台湾销售的大部分 以前轮驱动为主 当然GLA 45的话就是四驱了 所以基本上GLA目前还是有卖向的 可是罗根你刚才有提到说 像这个A-Class 我们之前也为大家介绍过 全新大改款 那紧接着应该就是GLA 它是大概什么时候 有没有一些消息透露出来 或是有哪些改变 一般都是这种衍生款 就会变成大概差个两年 比如说E-Class 再过两年 那GLA 大概差了两年多之间 就会出来 它不会拖到四年 四年它都已经一半寿命了 大概就是以研发的时程来讲 比如说A-Class出来 大概两年后 大概GLA就出来 但是真正上市 就是都稍微延了一点 因为A出来也不是立刻来 进来嘛 所以我们大概估计 19年或20年吧 我再猜 20年会有新的GLA面试 所以感觉上 就是UX在这个时机点上 进入了台湾的市场 真的是一个绝佳的时机 难怪它一上市之后 据我所知 目前的订单 已经超过了1000多台了 而且是目前还交不出的 交不出车的状况 再加上UX250H 以后即将会是UX的主力的产品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请大维哥 为大家稍微来分析一下 你现在目前在这个非常流行 而且相当受到欢迎的 CUV这个机遇当中 UX250H 甚至于Mercedes-Benz的GLA 还有Volvo的XC40 它们在配备上面 到底有哪一些差异性 我想您说的很对 大家在买车的时候 消费者很在买 就是我车子不仅要试带新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 花的每一分钱都能买到 我想要的东西 或者是我没想到的车厂都给我 对 这样是全部标配 不要什么东西还要选配 但是毕竟在这个豪华品牌 它们在这设定上面 一定是要有所取舍 像我们今天所看到 像Lexus UX250H 还有在宾市的GLA180 以及Volvo的XC40 我们是用T4来比较的话 因为这三款车子 事实上它们都是属于 它们的这个GLA180 还有这个XC40 T4 是属于它入门车型 而UX250H是在UX200之上 然后你来看它的配备的设定 你就可以发现到 在UX250H它的配备上面 它是来得稍微要来得 要更齐全一些 我们也知道 Lexus向来在配备上是不手软的 它也尽量把所能给予消费者 它都能够端出来 所以我们看在这里 我们看光是比像头灯 大家都是LED头灯 在转向辅助照明 在这里UX它就是全部标配 另外轮圈当然它是走的是 因为这是它的节能嘛 所以它当然是走的是一个 中规中矩的17寸设径 然后在Keyless 老师说Keyless对我们大家来说 引擎是细微长 但高级车来说 这可是你要看什么样车型 才有什么样的配备 在UX是标配 在宾室GLA它还是引擎启动 然后至于在XC40 它甚至还要再选配 另外中控荧幕 当然它走的是7寸的 一个标准的设定 然后在卫星导航上面 大家都选配 它是目前它没有纳入 然后至于音响系统 在这里大家 其他的两款欧洲车 它都要走 你要选高规的 什么Carmen Carden等等 在这个音响部分 UX走的就是一个 Premium Sound 当然它上面更高级的 它还有Mark 11 但目前在UX上面 它还没有这样子一个设定 然后在电动尾门 它也都是有这种设定 标配 对标配 主动跟车 主动刹车 这现在大家都认为 都是应该要有的 当然在Lexus 它也是五条件 从它UX200也都是有 但是在GLA部分 对不起 你在ACC需要另外再选 而且要买一个套件 十来万才有的 另外在XC40 那当然不用说 它在下来是主动安全 为它的一个号召 当然是有 那在盲点侦测部分 当然大家是有的有 但有的是没有 所以对于预算型的买家来说 如果说我一打开这个 规配表的话 基本上我可能会就选择说 可能配备上面 不需要另外再加价的 这样一次就可以 把我想要的东西 全部都构足了 那以上华你来说 你看到这三款车 你自己分别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我的GLA 虽然车型世代比较旧 但是毕竟宾式的这个品牌 还是很有吸引力 所以我觉得是的确是不错 但是我觉得它车内的空间 可能是我比较会 有点顾虑的部分 那我觉得Volvo的这个XC40 它的外形 或者是它其实Volvo 给人家感觉这个安全性 都是相当不错 所以这点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XC40值得考虑 但是就整体来说 这三款车 我个人会最喜欢Lexus的UX250H 因为就像刚刚我们大家说 大卫跟您所说的 其实我还是觉得 我尽量不想要用选配 它如果一次标配 都很齐全的话 这是会一个最好的状态 那外形我觉得很豪华 有设计感 那内装的部分 我觉得安全辅助系统 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那它完全都已经是标配的话 我觉得这对很棒 所以如果是三款车 我会最喜欢Lexus 对 尤其是女生在买车的时候 很怕要选配这件事情 最好是什么所有套餐 你全部都给我 这样我就不用伤脑筋了 我就一次买足了 当然我们新世代有新选择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CUV 跨界休旅车这个集聚当中 只有目前也是Lexus的UX 它有推出Hybrid的车型 其他的是目前没有的 而且核泰汽车 他们真的非常积极地在发展 属于Hybrid的车型 而且这个动力的系统 那到底它实际上路 开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跟着嘉伟哥 一起去试驾看看吧 出发 好 我们现在出发来试一下 当然你在低速的时候 一定是纯淀灯 我听一下真实的声音 我觉得很像 有没有 其实很安静 很小声啊 非常小声 一下是会听得比较清楚一点 在比较安静的环境 其实听得比较清楚 对 好 你看我们现在都是纯淀灯星室啊 嗯 因为它的电瓶 我们来看一下电瓶资讯 哦 有 现在还有四格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 可以看得很清楚看到没有 有 现在是电给前轮 嗯 你如果油門才深一点 有有有有 红色的跑出来 引擎也给前轮 代表它是前驱 可以看到电瓶在后轴附近 所以表示就是后面的重量会比较 后座 这个路是我们常常试车的路段 因为它可以模拟就是 非常烂的柏油路 嗯 也可以讲说可以模拟欧洲的磁砖路 对 那种感觉 那这个路会测几个地方 第一个 轮弧的噪音 第二个 你避震器处理 一直传递到你的臀部 座椅 一直传递到乘坐者的感觉 嗯 然后加上有几个减速板 所以车辆的组装品质好与坏 隔音做得不好 避震器软角 都可以在这边测得很清楚 而且速度不用快 慢慢的就可以 现在变成已经是各大媒体 来这边试车的 都会来这边试车了 那在这个一般路面行驶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轮胎的滚动的时候 噪音 一直的表现 还是有LASUS的水准 对 我看网路上有些人写说 它的质感没有达到LASUS的水准 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成本的考量 嗯 所以它在内在 就是我们整个行车路感的感受 它不会不像LASUS 其实这样就好了 对啊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你不能拿它跟200多万 300多万的LASUS 才做比较 你这样那些车怎么卖 如果每一台车都一样的质感 一样的材质 一样的配备 那那些车怎么就完啊 LASUS每出来一台车 前面的车都不用卖了 是啊 所以它基本上 有市场定位 它虽然配备没有给的很丰富很满 可是 第一个是全新的油电系统 第二个部分就是 行车路感表现还是很棒 还是LASUS的品质 你看现在电瓶剩三格 它就开始在充电量 然后引擎就启动了 所以基本上它在低速 或者是说在滑行 或者在刹车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回充电 就会 其实行走行进间太贵 只是比较少 刹车回充效能是最好的 那它可以强制它纯电行驶吗 可以 这边有一个EVMORE的IPR-C 按下了EVMORE就可以 可是你看我IPR-C 这边告诉你 它说现在无法切关到 因为充电不足 如果说你现在电池是满的话 你按下去的话 它就可以达到EVMORE 所以一般如果我们在上下班的时候 如果你就在都市里面行走 几乎没有用到一滴有微的 基本上它的纯电行驶的里程数很短 所以你基本上还是会 它不是PROCK IN 所以你基本上还是会用到汽油 只是很多人对于Hybrid系统它会误解 它会误解做什么 就是我可以达到很省油 我可以纯电动行驶 其实Hybrid系统的真正的用意并不是这一 不管是LASUS或TOYOTA 它们当初在创造Hybrid系统的时候 它们的重点在什么 欢迎我给你分析一件事情给你听 假设从这一点 我们现在从A点到前面的B点 你预期要达到的速度 然后去踩你的油门 油门假设是这样子 假设你如果存NA或涡轮 假设它的油门深度要踩这样子 Hybrid系统只要这样子 你有一部分它是电 其它是油 那你这样的话你踩了油门深度 就可以比较浅 一点点好 那引擎转速低 造成什么 噪音就会小 油耗就会好 这个是Hybrid系统它诞生的目的 可是相反的如果今天是Pug-E 或者是纯电 那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可是那个对于我们来说 还有点遥远 为什么第一个台湾的充电站不是 是的 所以油电系统是 很多人觉得说油电系统 为什么我的纯电行驶历程这么短 其实那是错的 它的重点就是辅助动力 让你的车辆拥有两种动能 一起启动的时候呢 可以让你的油耗表现 以及油门深度可以比较浅 为什么很多人说Lasers的车 看起来质感比较好 因为它主装平时少 可是重点就在于就是 如果今天你拿一台 一样性能数据 可是NA或涡轮增压 没有油电系统 它也有油电系统的 因为它引擎噪音降低了 你同样达到110高速公路 可是油门只要一点点 它有时候都是靠电 你这样的话 你的引擎噪音降低 它的质感就会提升 所以它就可以辅助啦 为什么Lasers在全球那么成功 尤其它的Hybrid系统那么成功 这个是最主要的关键值 难怪他们预计说 这一次Hybrid推出 它们是主要的主力车款 其实它们现在以后都会是 如果它的电池的效能 以及保固能够让消费者安心 那我觉得未来Hybrid系统 一定会是这个车厂的主力 这一次呢UX250Hybrid的这套系统啊 听说已经全面进化到了第四代 它到底在油电的技术上面 有哪一些突破呢 艾达 没错 其实现在大家讲Hybrid 很多人都说不都一样 其实真的不一样 像以这个Lasus这一个 UX250的H这一套Hybrid系统 其它已经是第四代的Hybrid系统 那当然它还是搭载了一具 这个2000cc自然进气的 阿金森引擎来去跟这个马达 来去做这个连结 来去做Hybrid的一个这个系统 那当然它这次新的这个控制模组呢 体积缩小 重量减轻 那这个连马达的一个 这个串联并联的方式也有所改变 所以呢它让这个整个效能 能够变得更好 而且它换上的是188颗新的一个 这个聂氢电池的模组 也就是说它在纯电的行驶模式之下 可以开115公里的一个这个时速 以前的这个Hybrid车型在纯电 没有办法开这么快 现在它可以开到时速115公里 其实相当的厉害 那当然呢 从我觉得 我记得最早期这个导入Hybrid车型的时候 大家都很担心这个那到底这个电池可以动瓦顾 或者说电池坏掉要不要花很多的钱 那其实从这个Hybrid车型到台湾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发觉真的是没有听过什么灾情 对不对 而且它的这个 现在新的这个新的系统呢 都是保护8年16万公里 也就是说基本上绰绰有余了 开到你想换车 它都还在保护其的范围之内 那如果你硬要来说 如果真的坏了 会不会像欧洲这样换一颗电池 90万80万 没有 它换一颗电池只要5万块钱的一个成 这个材料钱只要5万块钱就可以搞定 所以当然相对而言是非常的便宜 那这个新的US250H的整体的纵效马力 已经来到了178匹 所以其实开起来相当的轻盈 加上它新的一个这个底盘 我记得我们在那个日本的时候 试的时候是当我们没有试到 这个Hybrid的车型 它的操控性能我觉得真的是 令我们非常的惊艳 那我觉得操控 对男生来说是一件很热血的事情 但其实对女生而言 我觉得操控的是 让女生开这个车子 可以更安全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 其实我们之前在Autopolis 也有那个250H的这个版本 那实际上它的动力非常丰沛 可是大家可能会想说 那以目前的这个CUV的急剧当中 除了我们的这个UX250H 它有非常足够的动力之外呢 在其他竞争的对手上面 我们来看到双B的部分 是不是请大伟哥为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这个在这个CUV市场 大家都是端出自己最拿手的动力 在这个UX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Lexus端出的是这个2.0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马达这种Hybrid动力 然后这套动力当然我们想说 那双B没有自然进气 也没有Hybrid他们配什么 他们配的当然有的是1.6升的四缸引擎 然后BMW走的是1.5升 三缸的涡轮增压引擎 这个三个三加摆在一起 其实你会发现 大家都是端出自己最拿手的东西 然后摆出来动力效果 跟它的展现出来性能 其实都不分宣制 然后这不分宣制我要强调的是 过往我们讲到 这个欧洲车它动力感觉都很强 然后开起来好像都比这个 向来讲求这个什么油耗表现的 这种油电的这个Lexus 好像都会技高一筹 但是我们从这个副表来看 UX250H它用的是2.0升 四缸这个全新的引擎 搭配这个马达之下 它的最大马力是178匹 光是这中销马力的马力 已经就高于其他的对手 就欧洲车 其他是122匹 最多也不过140匹 然后扭力也是不相上下 它也将近20公斤米 最重要是在0到100起步加速 它只要8.5秒 其他对手最快的像是我们看到 像是这个GLA1808.7秒 跟这个E18的8.7秒 它已经不是CV 它还是一部先辈子 8.7秒 其他的到EX1的E8i 甚至要跑到9.6秒去 你就可以看出来 UX250H它不只是有它一个表现很好的油耗表现 最重要的是它在它的这种动力表现上面 起步加速 让人家觉得一开起来就会有感觉 当然现在卖最好的UX200 它也蛮厉害的 因为它也有173匹的最大马力 在这个0到100起步加速 有9.2嘛 事实上也在这个B&W这个伯仲之间 没有看出来 日本车厂他们在动力表现 我是既要马而好 要会跑也要会吃草 这是他们现在去追求的目标 不过我要问一下罗哥 虽然我们刚刚有聊到UX200 UX250的H 听说呢 Lexus他们在美国有注册了 秘密注册了310 是不是表示这个UX 未来会有纯电动车版 这个是媒体在欧洲的智慧财产局 是在欧洲 有汽车媒体 国外媒体发现了 它注册了这个UX300E E就是小E 就是大部分的人会拿来当作 电动车的称呼嘛 因为Lexus如果是后面H 就是Hybrid 是 以前我们都还没有看到 后面有E的车型 但既然已经注册了 就表示他们会坐 那为什么呢 其实Toyota或Lexus 我们知道 它其实硬硬硬很久了 它就是不做纯电 它就是一直要推它的Hybrid系统 它目前是全世界 最成功的Hybrid系统 最多车子使用 甚至也有很多其他厂 来跟它签约授权使用 对不对 那它在日本呢 甚至在美国 也开始在推什么 氢气的Fuel Cell 就是燃料电池 氢燃料电池 而且它也规划了一个 非常完整的社区使用 或是整个的生态系 就是认为其实 我觉得它的系统是很有道理的 以后如果大家进入用 轻的燃料的时候 你不但建筑可以用 然后你车子可以用 电力又是可以互相供给的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很棒的想法 但是呢 因为最近 欧盟又开始 很多的高级品牌 一直推 我要推电动车 我要推电动车 加上环保法规 压得越来越紧 所以跟欧洲政治也是势力很大 所以很多的国家就开始说 几年几年起 我不进汽油车了 我全部都要纯电的 某些你知道北欧的国家 第一个他们人民所得比较高 而且他们补助比较多 然后很多的设施 像我们去挪威 去芬兰 我们都看到很多地面 那个充电站 充电站到处都有 停车场一定有充电的 所以他们在这么优惠的情况之下 那你说你要不要进入欧洲这个市场 要嘛 那于是呢 纯电 对那个TOTA 还有Lexus来讲 就变成一个很容易变出来的选项 因为他已经玩电动马达系列 还有电池系列 玩这么久了 你说他不会做吗 他不是不会做 他在想我到底需不需要做 或者是我要坚持 我希望可以推更 未来更棒的 这个氢燃料电池 那或者是Hybrid 本来就是 我们一直认为Hybrid是一个过渡 过渡期嘛 对不对 或者说它可以结合 内燃机跟电池 这两个动力的中间 其实Hybrid很成功 这个我们大家已经十几年来 现在都不会有人在问说 Hybrid怎样怎样 对 没错 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大家已经非常成熟 它已经到第四代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也蛮期待的 它出一个300 1的话 1 不过你要注意 它只是登记300 1 300的话就不会像我们这个印象中的特斯拉 什么90 100的那种 0 100 3秒 那种可怕的动力 它可能会比较像Model 3 0到100大概6秒 7秒 因为它编号只到300嘛 310也就是说它可能比250的动力还要大一些 但是它不会让你0 100那个踩下去就加速很快 但是续航里程应该是会不错 所以有可能它会给你动力比较小的电动马达 但是电能除备量是很足够的 所以可能可以让你跑个500公里吧 那0到100加速可能6秒 7秒也不错啊 对啊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我认为它推一个3001 会很受欢迎 所以其实啊电动车这股风潮 我们在台湾也感受到已经渐渐来到台湾了 那我问一下上华 其实本身你是新闻主播嘛 你应该有接触多多少少有一些那个电动车的一些新闻 你本身有接触过电动车吗 或者是你对电动车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我自己本来就比较不喜欢那种柴油车臭臭的味道 那我觉得电动车它基本上本来就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所以我对于电动车是完全不排斥 相反来说我还非常的期待 那其实我觉得电动车它毕竟 它驾驶起来也比较没有声音 然后再加上又可以只能减碳嘛 所以其实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都挺适合的 但是因为我比较迷糊啦 所以我很担心说自己会忘记充电 开开忘了 你手机会忘记充电吗 对 倒也会 可以 当然一定不会啊 对 现在其实我们台湾要解决的应该就是充电的问题 不然的话在台湾来说呢 非常适合电动车的心事啦 不过呢我们讲到这个所谓的Hybrid系统啊 很多人就会直接跟这个Lexus画上等号 感觉上好像是做得很好 就是Lexus会做得很好这个Hybrid 但是其实在市面上啊 像宾市我们之前也有讨论到 有一个所谓的48V的那个叫轻型复合动力系统 爱大是不是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这到底跟Hybrid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Lexus US250H的话 它也是属于复合式动力 来自于这个2000cc的自然经济引擎嘛 来自于电池推动这个马达来去带动车辆 透过一具ECVT最新的变速箱来去做驱动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复合动力 那当然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宾市新的这个 所谓轻型复合式动力 为什么它加了轻型两个字 也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第一个它是用48V的电 那当然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 以工业的角度上来看 你在维修这个高压电的时候 必须要经过特殊的训练 或是特殊的受训 特殊的防护 那在60V以下呢 是属于比较这个低压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48V这一套系统呢 是不需要特别去标示什么红线局限 或是特别的一个这个维修的一个这个策略 来去应对 所以它是属于这个比较低压的一个系统 那再来就是说 它的这个是利用这颗马达 去辅助整个引擎的动力取轴 去推动取轴 来去做这个动力的一个这个辅助 那并没有直接的去传递力量到这个 像这个车子 像LASUS这个是可以用纯电来去行驶的 如果说对 如果以现在目前我们最清楚 现在现在在卖的 比如说这个宾式的C200的48V的这套系统 它并没有直接的利用电去驱动马达 来去带动车辆 这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这个连接点 那当然啦 它除了这个48V驱动这颗马达 去辅助引擎取轴动力之外呢 它也帮 例如说这个水泵补啦 很多这个发电机啦什么都改采48伏特的一个这个系统来去做这个 同样的一个以往12伏深压的一个这个状态来去运作 那当然这个好处是说它的这个效能会来得更好 所以其实慢慢的车场会走向这一个 所谓的复合式动力的方式 但是每一个车场它的 思考的方向跟开发的方向不尽相同啦 那当然还有也像以新的系统来说 当然就有待考验 还要就是说观察一下它未来的一个使用状况啦 它的妥善率啦 它甚至它维修之后的价格是不是会很贵啦 这些东西都是消费者必须要去考量 我就刚提到嘛 Hybrid系统刚进来台湾的时候呢 这个 大家都很担心结果后来这么多年了也没换 对 然后呢就算真的有人要换电池的 只要花五万块 其实没有想象的贵是重要的 对啊 没错 所以这个在这个时候呢 所以你现在提到说以往一开始 就对于科技很有兴趣的人会先买来藏鲜 大家会很担心说你敢开喔 现在如果看到Hybrid系统抱一种羡慕眼 哇 你开Hybrid车型喔 感觉很有Dance 对 会很羡慕 因为毕竟Hybrid车型呢 它对于地球的这个下一代的子孙呢 会对于这个环保 而且还会对于这个环保 因为毕竟Hybrid车型的它对于地球的这个下一代的子孙呢 因为毕竟Hybrid车型的它对于地球的这个下一代的子孙呢